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脑计算机还快刷出也不输 为你为我刷得出望迷的前途 把这个世界与你刷得更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这里已经关了 请过来这里 对不起啊 小姐 坏了 经理 有问题啊 快点啊 又坏了 我来 待会儿 待会儿 很快很快 小姐怎么搞的 这么久还没有修好 是啊 我赶着去学校带孩子啊 现在几点了 你看 妈 快点啊 要迟到了 对不起啊 很快很快 好了没有啊 为什么这么久 快点啊 麻烦你快点好不好 快点啊 麻烦你快点好不好 快点啊 就要啊 经理 叔叔 让我来帮你算吧 就凭你啊 叔叔 我学过租信算的 可以很准确的帮你算出来啊 靠你啊 不如靠我的计算机嘛 万一算错了 你们说 干什么 小妹 你们不会吧 行 经理 经理啊 你放心 如果他算错了 我赔 叔叔 总共是一百三十五块七毛半 你说一百三十五块七毛半 我要赚过排斥刀 一块半 有 二块二 有 六块半 有 十六块九 有 四块二 有 九块九 有 十二块半 有 十块二 哇 一百三十五块七毛半 哇 真好 小妹妹 你好厉害 真好厉害 这位太太 你这个小妹妹学什么 什么算的啊 是学朱算的 新算 在哪里学的 跟谁学的啊 对啊 对啊 是连老师教的 连老师 连老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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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哈喽 哈喽 既然你们今天都来了 老师给你们一些特别的东西看一看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啊 你知道这个是糖果 我要吃糖 这不是糖果来的 可是我闻到一些香味哦 这不是糖果 这是蒜盘的啊 对不对啊 对了 好聪明 这是蒜盘 现在老师给你们看看一些其他的算法好不好 好 猪蒜在中国汉朝以前就已经发明了 使用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逐渐流传到韩国日本 甚至随着东方人也流传到世界各国 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东方的华人 韩国人日本人的智慧比较高 对数字的反应也比较灵敏 我想这跟猪蒜有很大的关系 小朋友你们觉得刚刚那几个算盘哪一个最美呢 我觉得珍珠算盘最美 与颜色的算盘才美 我觉得偶尔算盘才美 其实算盘有好多种 现在老师拿一个中国式的算盘 并一个日本式的算盘给你们看一看 你们觉得这两个算盘有没有什么分别啊 我知道中国式的算盘下出有五粒 上出有两粒 但是日本式算盘上出只有一粒 下出只有一粒 对了你们都讲得很好 这个呢就是中国式算盘了 而这个呢就是日本式算盘了 我相信啊你们现在对绝珠算一定很有兴趣 不过正式上课之后呢 你们一定都可以变成数学小神童的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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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交换吧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考试都想考第一名 是啊 嗯哼 我也要考第一名 所以呢你们应该用心学朱算和心算 我想我很聪明了 不用学这么多了 不错 你是很聪明 可是努力更重要啊 好吧 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当你掌握了心算技巧 你不单只对学习数学更有信心 而且还能够加强集中注意力 让你做事敏捷反应快 训练你培养忍耐力 进而令你做事与行动积极 增强你劳力的发展 让你劳力更发达 诶 老师来了 大家起立 爷 老师 早 同学们好 老师啊 你们知不知道 今天你们是来上什么课啊 应算课 那今天呢 要上第一天要上课之前呢 老师要先给你们一个谜语哦 好不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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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仔细听咯 一家分两院 两院子孙多 多的倒比少的少 少的倒比多的多 嗯 知不知道答案啊 我知道 是苹果哦 不对 怎么不对呢 我妈妈每次切苹果 都是把苹果切成两半 那不是一家分两院吗 还有 苹果有种子 种子长大后变成苹果树 那不是两月子孙多吗 对啊 那下面两句有怎么解释呢 这个嘛 我知道 知道了 福利也知道了 哇 你们大家都这么聪明啊 好 那你们一直告诉老师是什么答案 老师我找到了 是 算盘 对了 是 算盘 好 看看 这个就是算盘 算盘中间呢 这条木我们叫做梁 那么这个梁呢 把算盘分成上面跟下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一家分两院 那为什么两院子孙多呢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好多好多的酸珠在这边啊 所以呢 两院子孙多 那为什么多的道比少的少 少的道比多的多呢 你看梁上面呢 这一个珠子 只有几颗啊 一颗 对了 那一颗代表的是五 好 那下面有几个珠子啊 四 四个 那每一个珠子代表的是 一 一 一 二 三 四 总共有多少啊 四 所以咯 多的呢 道比少的少 少的道比多的多 这就是算盘的答案咯 好 你们告诉老师 这个梁上有几个小黑点呢 三 六 对了 这个小黑点呢 就叫做定位点 跟老师说一次 定位点 对了 定位点很重要哦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老师把定位点放在这里 表示这里是个位档 代表的是个位数 所以每一个下珠代表的是一 每一个上珠代表的是五 所以老师放了两个一块钱 一个五块钱到你的口袋里面 你们告诉老师 现在你的口袋里有多少钱呢 奇怪钱 对了 那你一定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珠珠都一定要靠着这个梁才有答案呢 如果你不懂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梁当成是你的口袋 那口袋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是用来装东西的 还有装钱的 所以呢 这个珠珠一定要放进去你的口袋里面 你才有东西啊 个位档的旁边呢 是十位的 那每一个下珠代表的是十 每一个上珠呢 代表的是五十 所以老师放了一个十块钱 一个五十块钱 到你的口袋里面 现在你的口袋里总共有多少钱呢 六十七块钱 对了 十位档的旁边呢 是百位档 所以每一个下珠代表的是一百 这个上珠呢 代表的是五百 所以老师放了一个一百块 给你的五百块 到你的口袋里面 哇 你的口袋里现在有多少钱呢 六百六十七块钱 对了 很好 好 小朋友 那小师 这个是什么东西 锅盘 锅盘 对了 拿到三盘之后呢 第一个 我们要先做轻盘的动作 什么是轻盘的动作呢 你必须用你的手指夹柱子一支铅笔 另外我们只剩下我们的食指跟拇指 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食指 在我们左边的上珠的部分呢 轻轻的滑过去 那在做加减之前呢 老师要先问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加 什么是减呢 来 你告诉老师什么是加呢 加是越来越多 对了加是越来越多的意思 比如说呢 妈妈给你两块钱 爸爸给你五块钱 奶奶给你三块钱 你告诉老师 现在你的口袋里总给我多少钱呢 十块钱 对了 那你们知不知道 减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八号 就是老师 减是越来越少 减是越来越少的意思 对了 比如说呢 你现在口袋里十块钱 可是呢 你看到这个算盘好可爱哦 你要买 结果这个算盘是五块钱 你用了五块钱 又看到另外一只算盘 也好可爱 你也买了 这个算盘也是要两块钱 所以你现在你的口袋里 只剩下多少钱哦 三块钱 对了 只剩下三块钱 所以你懂不懂 什么是加 什么是减呢 制造 小朋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 营果 那老师先来给你们玩一个 数字的加减游戏 如果呢 你们每一个人都猜对了 那老师就每一个人给你们一个苹果吃好不好 好 小朋友你们看看老师现在手上有几个苹果啊 两个 对了 是两个苹果 好 现在呢 老师还都拿了一个苹果 所以现在总共有几个苹果啊 三个 三个 对了 那你们看看老师手上现在有几个苹果啊 五个 五个苹果再加上这三个苹果总共有几个苹果啊 八个 对了 那有谁要吃苹果呢 八 好 那给你一个苹果 好 老师给他一个苹果了 还剩下几个啊 七个 对了 还剩下七个 那还有谁要吃啊 哇 一二三四五 哇 这么多个 好了 是给五个苹果给你们 好 那你们看看现在还剩下几个苹果啊 两个 对了 那现在呢 老师要让你们拿着算盘来做做看这一题 看看你们会不会做哦 现在呢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拇指在各位档的部分拨上来两个下珠 好 现在如果老师还在加一的话要怎么办呢 这里还有每个一可以加 有 用我们的拇指再往上拨一个 现在呢 如果老师要加五够不够啊 哦 这里呢 上珠有一个五啊 所以用我们的十字往下拨 好 现在以上的答案是多少啊 八 好 现在呢如果老师要减一 够不够减啊 够 要怎么减呢 要用我们的十字往下拨一个珠子下来 现在还剩下几个啊 七 好 现在呢要减五 减要怎么减呢 要用我们的十字往上拨 好 好 告诉老师 以上的答案是多少啊 二 就是跟你刚刚的苹果一样啊 四 所以简不简单啊 简单 那好棒啊 老师开始分饼果给你们吃了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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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一等于三 二加二等于四 一加三等于四 小朋友 刚刚的苹果好不好吃啊 小朋友 那你们想不想吃其他的水果啊 想 好 那你们看看 现在老师带来了什么东西呢 哇 不过呢 你们要先学会六七八九 五口绝的佳姐才可以吃哦 好来小朋友往前靠 快点 好来小朋友 你们告诉老师 这个是多少呢 六 所以六是一个五 跟一个什么 一 好 那你们看看哦 如果二要加六要怎么加呢 一个五 再加一 对了 那我们的手指要怎么拨 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一起往内拨 好 以上的答案是多少呢 八 八 好 现在如果老师要减七 要怎么减呢 七是一个五跟一个什么 二 所以如果我们要减七 要用我们的食指跟拇指一起往外拨 好来老师拨出来 以上的答案是多少 一 好 现在呢老师要加八 有谁要做哦 不要 好来你 你来做看 加八用食指跟拇指一起往内拨 以上的答案是多少 九 对了 好 现在呢老师要减九 有谁会做啊 二 好来你来试试看 减九要用食指跟拇指一起往外拨 以上的答案是多少 零 哇那你们会不会啊 会了 我们回座位老师要考一题哦 好来小朋友我们先清盘 好了没有啊 好了 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算起了 好来加二 好现在老师要加 另一个怎么加 要加一个五跟一个什么 一 好我们的拇指跟食指一起往内拨 好现在呢老师要减七 他怎么减呢 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减一个五跟一个什么 二 好一起往外拨 现在呢老师还要加八 嗯要怎么加呢 加一个五跟一个什么 三 还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一起往内拨 好现在如果老师要减九 减九应该要怎么减呢 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一起往外拨 一个五跟一个什么 四 走来一起往外拨 好了 现在老师要走下去看看你们的答案对不对哦 你们都做得很好 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 来预备 开始 OK 五 五 五加一等于六 五加一加一等于七 五加二加一等于八 五加四等于九 小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什么东西呢 知道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一到九的数目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五 六 6加4等於10 7加3等於10 5加5等於10 大家都打得很好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你們要學10的組合呢 不知道 那是因為我們學珠算的時候 我們要在各位檔的部分要再加 123456789的時候 卻發現不夠加了那應該怎麼辦呢 所以呢我們就要用到10的組合 舉個例子來講喔 比如說3 現在呢我們還要再加9 夠不夠加 不夠 上面只剩下一個上珠 下面只剩下一個下珠 總共才只有多少啊 6 6 對了 所以如果我們這時候要再加9要怎麼辦呢 就要用到10的組合了 所以我們要從你的口袋裡面拿出一塊錢來 用我們的十指撥一個下珠來 減1 然後媽媽給你多少錢啊 10塊 所以我們要加10 所以加9的口袋就是等於 減1加10 所以上的答案是 12塊錢 老師其實我昨天也遇到這個情形 什麼情形呢 你就講給我們大家聽吧 媽媽 這個星期的零用錢你還沒有給我 糟了我忘了 我只有10塊錢沒有散錢 怎麼辦呢 媽媽我想起來了 我這裡有一塊錢 我把我的一塊錢給你 你把你的10塊錢給我 不自行額嗎 我都沒想到 你真聰明 謝謝媽媽 對了小明說的很對 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呢 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喔 比如說呢 小明的口袋裡有一塊錢 這時候呢 小明的媽媽本來要給小明9塊錢 可是她早啊早啊 口袋裡就一張10塊錢 這時候怎麼辦呢 小明很聰明喔 她就想到她說 媽媽我的口袋裡有一塊錢 所以呢 她就拿了一塊錢給媽媽 所以口袋裡就撿了一塊錢 然後呢 媽媽給她多少錢呢 10塊錢 那小明的口袋裡有多少錢呢 10塊錢 所以呢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加9就是等於 減1加10 那這是我們學 10的組合的第一組口訣 我們還有其他的口訣呢 比如說 加8等於 減2加10 加7等於減3加10 加6等於減10加10 加5等於減5加10 加4等於減6加10 加3等於減7加10 加2等於減8加10 加1等於減9加10 哇你們都好棒喔 各位小朋友 這些口訣很重要喔 所以你們一定要記得很熟喔 老師太難了 我怕我會忘記 其實呢 這些口訣並不難喔 你只要記住 誰跟誰是好朋友就好啦 比如說呢 9跟1是好朋友 8跟2是好朋友 7跟3是好朋友 依此類推就可以囉 如果呢 你們還記不住 那老師等一下 帶你們去玩一個 找好朋友的遊戲 增強你們的記憶力好不好啊 謝謝 嗨 小朋友 各位姐姐 大家好 各位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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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小朋友 我們現在要開始玩遊戲囉 小手你也起來吧 拜拜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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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9應該找誰做好朋友呢 嗨 9和1是好朋友 那8又應該找誰呢 8和2是好朋友 輪到7了 7和3是好朋友 7和3是好朋友 還有6呢 6和4是好朋友 5和5是好朋友 5和5是好朋友 4和6是好朋友 3和9是好朋友 3和7是好朋友 5和6是好朋友 8和8是好朋友 1和9是好朋友 5和5是好朋友 八二二是好朋友 七何再是好朋友好朋友 六何四是好朋友好朋友 找到找找找找到一个朋友 五何五是好朋友 七何人是好朋友 三何七是好朋友好朋友 二二八是好朋友好朋友 一何九是好朋友好朋友 二 cent对 nom 二块八 六块七 二块一 五块 块二 九块 好啊有一千 两块 四块六块八块 十块钱 对啊十块给我 那 找一塊給你 會是用蒜盤就學人家用蒜盤 要練習嘛 回學校去練習 好 不想把握我做生意 走走走 好 下一位 各位同學 剛剛在超級市場的情況 你們看見了嗎 看見了 你們兩個怎麼還不高興啊 其實剛剛超級市場老闆 確實是兇了一點 可是他可教會你們一些東西哦 他教了我們什麼東西啊 就是時德芬姐的第一組口訣咯 剛剛你們去買東西 總共是九塊錢 你們沒有足夠的零錢 老闆是不是叫你給他十塊錢 然後他再找回你一塊錢 是不是啊 對呀 所以你看看你的口袋裡 有一張十塊錢 但是你買了九塊錢的東西 你有沒有零錢給老闆呢 沒有 所以這時候你要拿十塊錢出來 我們減了十塊錢 然後呢 老闆要找回你們多少錢呢 一塊錢 所以呢 我們加了一塊錢上來 所以以上的答案還剩下多少呢 一塊錢 對了 這就是呢 我們出算的另外一組口訣 十的分解 現在呢 這是第一組口訣 也就是 減九等於減十加一 誰可以告訴我 十的分解總共有幾組口訣呢 減九 減九等於減十加一 減八等於減十加二 減七等於減十加三 減六等於減十加四 減五等於減十加五 減四等於減十加六 減三等於減十加七 減二等於減十加八 減一等於減十加九 哇你們都好聰明哦 現在老師要舉一個例子來考訪你們哦 現在老師口袋裡有二十一塊錢 可是呢 老師買了八塊錢的東西 有沒有八塊錢的零錢給老闆呢 沒有 這時候呢 老師口袋裡有沒有十塊錢呢 有 所以老師拿了十塊錢出來 給老闆撿了十塊錢 那老闆要找回多少錢給老師啊 兩塊錢 所以你現在你的口袋裡 總共還有多少錢呢 十三塊錢 對了以上的答案是十三塊錢 哇那你們都會了 那連同上一次老師教你們 十的組合的口訣 總共有幾組口訣呢 十八個 哇原來你們的記性都這麼好啊 不過呢 不要忘記了 這幾組口訣都很重要哦 回去一定要記熟它哦 知道了老師 好乖哦 好乖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加九等於 加一等於 減九加十 加九等於 減一加十 加八等於 減二加十 加七等於 減三加十 加六等於 減四加十 加五等於 減五加十 加四等於 減六加十 加三等於 加三等於 減七加十 加二等於 減八加十 加一等於 減九加十 減七等於 減九等於 減九等於 減十 減十加二 減七等於 減十 加三 減六等於 減十 加四 減五等於 減十 加五 減四等於 減十 加六 減三等於 減十 加七 減二等於 減十 加八 減一等於 減十 加九 減九等於 減十 加一 減八等於 減十 加二 減七等於 減十 加三 減六等於 減十 加十 減五等於 減十 加五 減四等於 減十 加六 減十 減三等於 減十 加九 減三等於 減二等於 減十 減八 減一等於 減十 加九 減三等於 減三等於 減四 健二等於 減三等於 老师,没问题 只要我们把价钱算好 面超过一百块就行了 还是波波聪明 我们学的一些加紧的口诀 现在就可以运用了 老师,我们都没有带算盘 老师,我也没有带啊 看来小朋友没有了算盘 就没有办法了 不如这样吧,我借个计算机给你们 谢谢了,老板,我看不需要了 他们可以用心算的方法算的 心算?他们年纪这么小 心算很难的,他们懂吗? 你们不要被吓唬了 心算其实很简单的 你看看,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带算盘 但是人的器官里面 有一些是可以拿来做算盘用的 就是我们的十个手指头 十个手指头?能带做算盘用? 怎么用?你们看看 我们的右手呢 代表的就是个位数 左手呢,就是代表的是 十位数 那么右手的大拇指呢 代表的是五 那每一根手指头呢 代表的就是一 那左手的大拇指呢 代表的是五十 其他的手指头呢 代表的就是十 啊,我明白了 拇指是算盘上的上珠 就是等于五 其他的手指就代表下珠 每一只手指都代表一 哇,你们真聪明啊 五加一等于六 五加二等于七 五加三等于八 啊,我懂了,这是八 不对 这是十 这是七 加起来等于十七 十七? 十七加十等于二十七 再加十等于三十七 再加十等于四十七 再加十等于四十七 哦,这样是四十七 这样不是五十七 不不不,这个字九十七 这样不是十三 哎呀,好乱,什么玩意 不懂不懂,不学不学 六手代表个位数 左手代表十位数 右手拇指代表五 其他手指代表一 左手拇指代表五十 其他手指代表十 两个大拇指,两相好 代表五十五 一个拇指 very good 代表五 两只手拇代表六十六 给你两巴掌 代表九十九 各位小朋友,刚刚呢 老师跟小丑示范的实施法 不如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小朋友,刚刚你们已经很清楚看到十支法是怎么样的了 现在不如让我们来做一做加减法吧 好,现在呢,我们先做一题 九 九 九 减二 减五 好,在心算里面呢,有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加号我们没有写,只有写减号,而且我们没有写等号,这里呢就是要你写答案的意思,所以这一题的题目就是九减二减五等于多少的意思 好,现在就让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吧,好,现在就让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吧,九 三十,减二十,加七十,以上,答案是八十,现在呢,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一题,十位数跟各位数的混合加减,看看它的答案是多少呢,三十四,加十五,加五十,以上,好,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三十四,加五十,以上,好,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三十四,加五十,以上,好,我们用十支法来做做看,三十四,加五十,以上, 答案是九十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好了,你们刚刚都学会了,用右手代表各位数,左手代表十位数,那么你们知道, 这种用手指头代表算珠数目的方法又是什么呢,老师,我知道,用手指的方法当然叫做手指法,老师,对不对,差不多,其实呢,这个方法的正确名称就叫做十支法,因为呢,它是用我们的十根手指头来代表算盘的各位党跟十位党,哟,老师,那我们不是会心算了咯,对呀,现在呢,我们已经学会用十根手指头代替我们的算盘,再加上以前学的加减的口诀,所以呢,我们已经不需要算盘, 直接用心算的方法就可以咯,嗯,嗯,好,现在老师可以靠靠你们,看看呢,你们究竟会不会活学活用,行,好,这样是多少,然后再加九以后的答案是多少呢,老师,我知道,加九等于减一加十,答案是十八,对了,那加八的答案又是多少呢,加八等于减二加十,答案是二十六, 对了,答案是二十六,那么再减九的答案又是多少呢,那各位,答是不够减九的啊,对啊,但是你们忘记了,你们可以用十的分解的口诀啊,老师,我知道,减九等于减十加一,答案是十七,对了,哇,老师,为什么这么难的啊,小胖,不难的,其实猪算跟心算一样,只要你多用点脑筋就可以了,来试试看,八加五等于多少呢,嗯,答案是十三,对了,答案是十三, 答案就是十三,那做麦点没有关系的,只要你们多用点心,回去多多练习,那么你们的心算一定会进步的,那也就不用担心考试啊,啊,还要考试啊,糟了,怎么你们害怕考试啊,其实呢,只要把考试当成是复习就行了,只要呢,你们好好的准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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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ков试啊! 为什么你们一直开刀哦? 耶,在上面再发白日梦噗,我没有发白日梦,你们连今天发白日梦 Olavaörilton尾 Cityж Cook 我没有发白日梦,你们明明上又发白日梦,哎,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 小胖,土的小胖坐在地上发白日梦,小胖,你怎么了? 老師剛才我看見樹木製和家姐夫妄在追著我 我看你一定是在做夢了 我很怕我不想要考試 你不考試啊 打小鬼 好了 你們不要再笑小胖了 其實他只是跟我們開個玩笑而已 其實考試並不用緊張的 這樣子好了 老師讓你們聽一首歌 我們順便複習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右手代表個位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左手代表十位數 十二十三四四十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和九十 右手抵打拇指代表五 代表五 其他抵手指就代表一 代表一 右手抵打拇指代表五十七十 其他抵手指代表十五 代表四五 兩個拇指兩相好 兩相好 兩個拇指代表五十五 五十五 一個拇指很美 一個拇指代表五 三十六 一把手指代表六十六 給你給你這兩個拇指代表五十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騙你們,我才懶得學呢 說好了,說好了,朱利 我們的收銀機又壞了 收銀機又壞了? 這些東西老是壞的,壞的不是時候,我的朱蒜還沒學好呢 別急,別急,混蛋 好了,別笑了,不如我們去幫叔叔一個忙,好不好 好 謝謝,謝謝,不過我有個要求 叫我朱蒜吧,我想做你的學生 謝謝,謝謝 1,2,3,4,5,6,7,8,9 1,2,3,4,5,6,7,8,9 加9等於減1加10 加8等於減2加10 加7等於減3加10 加6等於減4加10 加5等於減5加10 加4等於減6加10 加3等於減7加10 加2等於減8加10 加1等於減9加10 減9等於減10加1 減8等於減10加2 減7等於減10加3 減6等於減10加4 減5等於減10加5 減4等於減10加6 減3等於減10加7 減2等於減10加8 減1等於減10加9 減9等於減1加10 減9等於減1加10 減8等於減2加10 減7等於減3加10 減6等於減4加10 減6等於減4加10 減5等於減5加10 減4等於減6加10 加三等于减七加十 加二等于减八加十 加一等于减九加十 辛酸孔雀轻松一雪 大家学习真有趣 脑中自有一个酸汗 大家学习真有趣 大家学习真有趣 减九等于减十加一 减八等于减十加二 减七等于减十加三 减六等于减十加十 减五等于减十加五 减四等于减十加六 减三等于减十加四 减二等于减十加八 减一等于减十加九 酸主酸主酸你酸你雪 诗你输 若是没有多了 基本加强和成熟 开发云穿地址的 知识的保读 八角的世界也一串的更清楚 算住 算住 算你算 学着主义书 你我你我大家要就此用算住 对谁也爱对上我 也有所帮助 八角的世界也一串的更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